今天我们看到在台湾很多蓝营的朋友的社团都非常的气愤 都在传一张图 这张图就是总统府发言人丁允公 那他穿着一件上面的印着就是要烧中华民国国旗的衣服 那么他穿这样的一件T恤来发言 那很多人就在骂 说那总统府发言人是要代表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出来发言的 那就高老半天你这个发言人告诉大家说 我们就是要来烧毁中华民国国籍的 那你蔡英文还来跟大家讲 说你最能捍卫中华民国那不是搞笑吗 那不是睁眼说瞎话吗 就刚刚我们看到这个丁允公他也有自我辩白 他说这个是为了宣传什么台湾本土的文创 要宣扬台湾民主化 所以所谓台湾民主化就是要把中华民国消灭 那按照这个丁允公的讲法似乎是如此 所以我看很多蓝英的朋友很气愤 但是我在这里要说 其实也不要气愤 我们应该进一步问 如果说台湾民主化的这个目标 就是要把中华民国消灭 那不管是你有形的 直接把这个中华民国国旗烧掉 或者你画个logo表达你心中很希望把它干掉 又或者是台独的这个所谓务实工作者赖清德 他说原本那个1912年民国元年的那个中华民国呢 现在已经没有了消灭了 现在呢是另外一个新的中华民国在台湾新生 好不管你讲哪一个那都证明一件事 那就是原本好伯村好baby 他们的那个中华民国确实已经消灭了嘛 所以为什么新党每次这个蔡英文办升旗 办这个双十节国庆典礼 我们拒绝参加 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假的 这是个假戏 我们如果去参加呢 就是配合演出 一起来为这样的假戏背书 那就叫做助纣为虐 所以我们拒绝去一起来唱这个假戏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如果说你们把原本的那个中华民国 把它推翻了 把它消灭了 好baby的中华民国也没有了 那么我们的新的国家在哪里呢 你赖清德说有一个新生的中华民国 那按照我们这个另外一位 现在呢也在这个病房里头 在休养的李老先生李登辉 那他告诉我们的 他说他的余生就是要完成 把中华民国彻底的消灭 彻底的推翻 或者说所谓中华民国要完全的彻底台湾化 本土化 那不对啊 那现在你的这个宪法里头到今天还跟大陆有千丝万缕扯不清的关系啊 那你要不要赶快做一个了断呢 否则怎么叫做原本的中华民国没了 然后这个有个新的中华民国在哪里呢 或者说你认为干脆了断 你就改叫台湾国都可以 管你叫什么名字 你要叫三角库共和国也随便 那你应该有一个处理 有个了断 你在宪法上应该有个名正言顺的一个修宪或者制宪 那否则现在我们就变成没有国家的人哦 因为原本的中华民国没了啊 你的发言人都可以直接把它烧掉了啊 那新的国家又不知道在哪里啊 那就好像我们看到蔡英文她的促转会啊 给很多当年中共的地下党平反了 那么当年这些中共的地下党的制式呢 他们就是要迎接中共来解放台湾的啊 就是直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到台湾 建立台湾省工委正式的来解放台湾的 那么你们现在又把他们除罪了 他们都没有罪啊 那这个当初呢 说是要这个反共到底啊 这个偏安在台湾 也要继续奉中华民国正硕的 这个蒋介石 现在说应该把它全部消灭 那好啊 蒋介石都消灭啦 好杯杯的中华民国消灭啦 那个1912年的孙中山建立的中华民国消灭啦 那你的国在哪呢 或者说我们就迎接中共来解放我们 那也是一条路 那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正式来台湾 所以现在我们变成没有国的状态 原本的中华民国没了 那台湾国也好 中华民国台湾 还是那个彻底台湾化的中华民国没建起来 那还是说就等待中华人民共和国赶快来解放 那我们希望蔡英文应该好好的告诉我们说清楚啊 下个月520就职啦 不晓得蔡英文会不会告诉我们讲清楚说明白啊 还是要继续按着那个大中国法统的中华民国宪法来就任 那这样子不是又自打嘴巴吗 那原本的中华民国明明就消灭了 那你还要根据那个你认为已经消灭的法统来就职 那这岂不是就变成了 你不能再怪人家说你叫做台北极其周遭地区的领导人 因为你既没有原本的中华民国 你又没有建起新的国 你最后就变成了台北极其周遭地区的领导人 不是吗 就不要怪别人这么称呼你啦 好